货币未来,从基本位到区块链 内容简介 本书第一部分解释了货币,包括货币的功能和性质 作为一名工程学背景的经济学家,我理解一项技术总是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出发 这样我就能准确地抓住它的本质,而不会被其他偶然性和装饰性的东西干扰 理清货币试图解决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明白健全货币和不健全货币的区别 进而使用这个概念框架去理解,为什么从古至今很多东西,如贝壳,玻璃珠,金属,政府发行的通货等 可以成为货币,又如何承担了货币职能,以及它们如何和为什么会失败,不能继续承担社会赋予的价值存储和交易中介的职能 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健全和不健全的货币形式对个人,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 健全货币让人们着眼于长远,勤俭储蓄,投资未来 储蓄和长线投资是资本积累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 货币是经济体的信息系统和度量系统,健全货币是贸易,投资和创业等经济活动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 而不健全货币则将这些经济活动引向无序混乱 健全货币也为个人提供了抵抗暴政的有效屏障,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 本书的第三部分解释了比特币网络的运行方式以及比特币最为突出的经济学特征 分析了将比特币作为一种健全货币形式的可能性,讨论了一些比特币尚不尽善尽美的案例 此外还澄清了一些围绕比特币的最常见的误解和迷思 投诉 为什么钱越来越不值钱 轻木冲浪的人坐滑艇的人骑车者评论,货币未来,从基本位到区块链2021年6月5日13.04分15秒 我们先从货币的几个特点说起,并非所有物品都可以用作货币 首先它价值上可以分割成不同尺度,例如圆角分,这样大家才能方便进行交易 空间上则可以方便携带,例如从北京到上海这么长的距离 如果携带的不是纸币,那么就是一个体力上的讨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时间上能够保持稳定,这是货币最重要的性质 时间上保持稳定,不仅仅意味着货币不能容易腐烂 而且在未来,货币的数量也不能大幅度增加 假设货币的数量突然在明天增加一倍,那么它今天的价值到了明天就只有现在的一半 作者此时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货币的存量增量比 这个比值越高,表示货币的增长率越低 例如黄金,20世纪中期的美元等等 人们不会担心货币的数量会突然增加,因此这种货币我们都认为是硬通货 另一个极端则是存量增量比很低,每年货币都会多发行许多数量 例如国民党后期的法币 这样的货币没有人愿意持有,所以是一个软通货 这里的关键是,货币的受欢迎程度和存量增量比密切关联 那么历史上存在的货币的存量增量比究竟是怎样 我们首先来到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当地的货币曾经是一种中间有洞的石头 这种石头当地并不出产,而是来自于临近的帕老岛和关岛 在19世纪之前,这种石头货币由于开采不易,是较为稀缺的资源 因此存量增量比很高,维持了小岛上的经济系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船长因为需要椰子而来到了这个小岛 虽然他没有足够的石头货币购买椰子,但是他购买了炸药 在帕老岛上轻易制造了大量石头货币,去交换椰子 突然出现的大量石头货币迅速拉垮这种货币系统 存量增量比急剧下降,人们抛弃了不再稀缺的石头货币 接下来的故事则是贯穿了我们所有文明的金属货币 我们使用最常见的金属货币就是黄金和白银 在中国还存在着铜钱这样的货币 这里就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黄金出现在几乎 所有文明的金属货币中?作者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假想中的测试,如果一个社会使用铜 作为主要货币,铜矿的生产者因为拥有铸币的资源 会很容易主动加大开采量,渐渐的,社会上的铜钱 越来越多,大量的财富被集中到最先拥有铜钱的人手中 例如铜矿拥有者,正如原始货币一样,谁能低价批量 生成货币,谁就能吸取整个社会的财富 金属的开采难度和产量也千差万别 以黄金和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它们的特点是相对稀少 且开采难度高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黄金每年的开采增量也不到2% 这还得考虑被制作成首饰珠宝和消耗在工业中的那部分黄金 因此,黄金的存量增量比从古至今一直居高不下 从罗马帝国,拜占平帝国到伊斯兰帝国,文艺复兴的佛罗萨 具有稳定黄金含量的金币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硬通货 因为文明国家也无法革命性提高黄金的产量,让黄金不再稀缺 虽然拥有了货币最重要的稳定性,黄金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细分 日常交易中,黄金的价值太高,以至于我们无法用黄金进行大量的小额交易 这个问题在古代是使用白银,铜币这样的辅助货币解决 政府确定黄金和这些辅助货币的比率,小额交易用铜钱或者白银即可 19世纪的铁路网铺设和电报系统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 人们不再愿意携带黄金长途跋涉,于是银行以自身拥有的黄金 作为储备发行了纸钞,人们可以用纸钞交易,也可以向银行 以固定比率换取黄金,于是黄金开始被集中到银行,有些大银行 发行的纸钞也成立一种储备,集中的过程就像火车在加速,直到 中央银行拥有了大量的黄金,并且以黄金作为发行全国通用纸钞的 金本位正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金本位机制下,各国货币的区别 仅仅是黄金含量的不同,也因此各国货币本质是都是黄金的 伎量,黄金超高的存量增量比,也让某个金本位国家增发大量 货币的企图不可能实现,然而,这么做也存在一个隐患,政府 垄断了钞票的发行权,人们并不知道纸钞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么多 黄金支撑,超发货币的担忧正在日渐变成现实,于是,我们来到了 货币的第三个阶段,政府货币。20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是 黄金时代的终结,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在一战时转换成了 惊人的杀伤力。同样,各国货币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大屠杀。为了尽可能收取财富应对战争,各国政府开始 取消了金本位的约束,只超的发行量正是超过了黄金 储备所能允许的数量。之前国家战争的资金来源是黄金和对外 内外的债券,现在则是超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一战后, 各国货币针对黄金的价格都有了很明显的下跌,人们已经 不再相信战前的金本位制度能够复活。一战中,损失惨重的英国 试图通过热纳亚条约,让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幻想让 各国政府买入英镑,支撑英镑对黄金的金本位价格。终究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英镑真的值这么多黄金了。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二战。除了美国外,世界各国的财富几乎被毁灭性的 战争一扫而空。美国也因此获得了重新规划世界经济的权利。在 布雷顿森林匹系下,美元和黄金可以固定比率兑换,各国货币 则和美元以固定汇率兑换。为了支撑美元的金本位,各国中央银行 纷纷将黄金运输到纽约。美国战后几乎拥有了世界四分之三的 黄金储备,美元也因此等同于纸黄金。二战后国际贸易的 发展需要一种世界货币,美元也因此当仁不让。各国为了维持 正常的贸易,纷纷买入美元。这也就造成了美国可以不负责任的 发行超量货币,世界各国不得不持有美元维持贸易。美国依赖于 黄金储备,超量发行货币,获取了整个世界的财富。那么美元的 硬度又是如何呢?它真的是硬通货吗?作者提供了美元发行数量的 年增长率1990年到2015年是处于5,45%左右。虽然这个数字 看上去不高,但是这相当于不到15年发行量就会翻一倍。相比 黄金不到2%的增长率,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是不可更高的。这里 插一句,疫情后美国政府增发的几万亿货币已经让美元的 贬值彻底加速度。美元早已经不再是黄金代名词,仅仅是因为 国际贸易和价值储存的需要,人们才使用美元。美元是一种 典型的政府货币,它虽然有黄金储备作为支撑,但是人们无法去 美联储要求用美元兑换黄金,只能从市场上购买流通的 黄金。那么人们为什么必须使用政府货币而不是金属货币呢? 重要原因还是金属货币携带不方便,各国政府也通过法律 强制要求国民使用法币纳税,银行使用法币开设账户和交易, 禁止使用他国货币在本国结算。这就是政府货币在20世纪能够 广泛应用的原因。虽然政府货币给予了我们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 黄金一样。不同于金本位的纸钞,比特币由于其设计原理 不可能被任何银行控制。实际上2025年的比特币供给的增长率 要小于黄金,比特币似乎就成了一种理想的货币。然而,数字货币 市场依然处于早期,货币的未来是否就是比特币,一切都需要 时间来回答。虽然拥有了上述优点,比特币市场的一操纵,不受 控制的资金转移和种种乱象都在提醒我们,没有政府信用 货币到政府货币,我们经历了文明的演变。下一个阶段 也许是区块链,也许是其他,唯一确定的是现代社会,只有货币 对抗通货膨胀是有点艰难,货币本身也在缓慢进化。 一部货币演化史,以及21世纪的比特币本位 于顺哲Luffy评论的Bitcoin Standard,2019年6月1日13.17分01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4.5星,更像是一部货币演化史,意思介绍了货币在不同时期的 作用和局限。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是,信用 体系和货币体系究竟谁先出现。这个讨论启发了后续很多 的机制设计的大致思路。Vitalik认为是信用体系先出现, 也即债券的流动先于货币出现,一,而信用的流动性 源于抵押物。这也成为了Vitalik提出的Proof of Stake的核心思想 Staking。而另一个方向,也是这本书的出发点,认为货币体系 早于信用体系的出现,这强调货币作为价值交换媒介的属性, 而成为交换媒介的前提是价值存储。其拥有的价值源于其稀缺性, 也就是生产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这也成为了Stoshi提出的Proof of Work的核心思想,而比特币的价格也将最终趋向于挖矿成本的那时 平衡。这本书前半部分很精彩。概括来说,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不同 的关注点,19世纪经济学家的重心在于,理解货币作为一种市场 商品,得以在时间,空间上帮助经济价值交换。这带来了纸币普及等发展。而随着战争 爆发,中心银行的建立导致货币贬值危机发生。20世纪许多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 聚焦在,反思如何保持货币对主权的独立性。而21世纪的经济理论和发明将 尝试实现,去中心化去主权的货币独立,比如比特币。哈耶克对货币的分析 至今依旧相关,他的核心思想是货币的稳定性,而其对自由市场的拥护也成为货币 的市场结构。这使得市场能够更加的专业化,进而提高市场效率。 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更像是政府试图扩大管制范围的借口。借由增加 政府干预印出高出储备物比例的纸币来间接向纸币持有者征税,用于 补贴政府开支。虽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特殊时期,比如战争,经济低迷时期, 凯恩斯主义有效果。但这并不是反驳自由市场,货币去主权化的理由。战争会带来经济 恢复的谬论,我不再想听到。二,说后半段对比特币的介绍相比之下 较为平庸,并没有在对应Proof of Work的机制理解上对为什么比特币 能够实现共识,Bisentine General Problem以及分权等的效果做出进一步讨论。 而是基于比特币的已知特质,比如去中心化,供给固定等等,来 介绍为什么比特币会比黄金更适合作为价值存储的媒介及其应用。 表达过于繁荣,减半星。不过,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假设,作者认为未来 比特币的应用会接近于金本位时期的银行结构。考虑到比特币网络 目前支持的交易上限是每秒四笔。基于这样的交易上限,未来可能 出现的情况是银行只将最终的交易结果通过区块链记录,而个人 日常交易则是通过银行本身发放的与比特币挂钩的二级货币来 结算。这些存储了比特币的银行会像在20世纪货币国家化之前的银行 一样工作。而比特币能够代替目前黄金的作用,成为一个储备货币。 但未来同样可能出现的是,闪电网络或者其他利用 offchain交易的改进使得交易量能够极大的增加,这将使得基于 比特币的交易更加朴实。当然,这都是关于安全性和效率之间的取舍。 Fun Fact,一开始我只是简单地理解标题为比特币标准,但是后来发现 对standard的理解应当靠近类金本位和美元本位的理解,即比特币 本位的含义。最后,提一点和这本书没有太大关系,但在这段时间研究加密经济时 对我很有启发的点,在于机制设计的不对称性。 现代加密算法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手艺功难的不对称性,而曾经 我们只能够依赖自由市场提供的开放博弈优势,现在能够以更低的 成本实现封闭的博弈环境。在机制设计中,当我希望将博弈一方的 策略稳定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给另一方博弈优势。博弈优势越大,会越快去向 那时平衡,如果那时平衡存在的话,因为一方任意的策略偏移都将使得 另一方变得更有利可图,加密货币里是首方任意的,微小变动 将导致工方巨大的成本提高,这使得该博弈环境里的玩家 行为更可预测,而且也将最终指向设计者设计那时平衡时 达到的状态。这同样意味着双刃剑,具有不良企图的人同样 能够利用博弈规则以及低的成本影响那时平衡。 3.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去理解变化事物里不变的部分, 以及足够的耐心去质疑我们曾经相信的。 未来或许已经到来,只是还没有扩散开。 火星人会使用比特币吗? Justin里评论,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 2022年1月13日16.54分02秒。 警号书评,火星人会使用数字货币吗? 2022年的第二本书,第一本看完的书,债,五千年债务历史, 这两本一起看确实也引起了很多思考。 TL第二。这本书确实值得一看,尤其是不太清楚Bitcoin 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像我一样之前对货币历史没有那么了解的人, 作为兴趣阅读。但是这本书也加带了不少作者搅完了的信息, 例如作者对于类似金本位货币制度的过度吹捧。 这些观点乍看之下确实貌似有一些道理, 但是细细琢磨以后还是能觉察出来不少披露和逻辑上的过度隐身。 警号警号警号的good,深入潜出货币的历史读物。 本书的前半部分确实写得还算是不错, 尤其是关于货币关键属性的讨论。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不同文明将什么作为货币? 为什么随着不同文明交流的加深, 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贵金属作为货币? 人类历史上货币是如何从交易而自发形成的逐渐变成政府发行的法币? 这些问题都在本书内被作者以异于理解的语言一一谈及。 通读下来还是非常连贯的体验。 警号警号警号the bad,自洽逻辑编织的理论陷阱。 全书通读下来,作者的写作思路是抱着一种类似金本位的健全的货币体系, 并且不断向读者渗透比特币就是更好的黄金这样的理念。 虽然整本书在前半段几乎没有提到比特币, 但是作者通过历史教训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所构建的理论体系, 不断向我们展示金本位的优越性, 并且通过展现比特币的稀缺性和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优势试图说服 我们一种以比特币作为, 本位的货币体系是近乎完美的没有凯恩斯主义中政府帮到忙式的干扰, 有限的数量保障了其作为硬通货的硬度, 公开透明的账本使得一切央行的暗中操作都当然无存。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说实话我对宏观经济这一话题并不熟人, 所以我读完以后又阅读了一些关于宏观经济, 金本文和货币政策的文章。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退回金本位都保持反对态度, 而大多数反对的原因恰恰就是作者认为的金本位的优势所在。 以上金本位的含义为以某种价值储存手段作为背书发行货币的体制。 作者认为在现行的不健全的货币体制下, 政府可以通过超发货币而向国民和其他持有本国货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征税, 而任何的人组成的政府机构都无法抗拒这样一种简便而隐蔽的征税方式。 但是,正是这样的机制给予了各国央行使用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 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正是这样的机制的缺失导致了1920-1930的大萧条。 锦号锦号锦号火星人会使用比特币吗? 在读完大魏格雷伯的Bet,The First 5000 Years以及Labs Friedman与Elon Musk的访谈后阅读这样一本书是一个奇特的体验。 随着星际旅行,太阳系内基地的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会被建立。 按照Elon Musk的想象,如果火星殖民发生,而人类需要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 那新一代的火星人的央行还会使用黄金作为储备吗? 那比特币呢? 同时,如果人类发现了蕴藏着巨大黄金储量的小行星或者星球并且有能力对其进行开采呢, 黄金就会走上白银的路,逐渐失去现在的地位。 事实上,任何的自然产生的资源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毕竟宇宙是那么广袤,在一千年纪的时间里,任何的资源可能都是接近无限的。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重新设计一种适用于星际时代的货币制度会是什么呢? 为什么需要货币? 社会专业化分功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互相交换产物的需求就显而易见, 但以物易物的方式充满了各种不便,因而通用货币的出现是极其自然的需求。 良好货币应该具备的特点 在价值尺度、空间和时间上都有良好的市销性, 极好切分、好转移、高存量增量比及新货币的产生速度非常缓慢, 从而让大家的储蓄具备保值的特点。 政府应该控制货币吗? 国家信用货币让人民无法真实地掌握自己的资产, 可以通过随意的低成本的发行新货币实现将所有人的资产转移走 在人民短时间无感知的情况下完成, 进而为选民实现免费的午餐,为战争倾尽所有国民的资产。 现代经济学真的合理吗? 现代经济鼓吹消费,消灭存储不花就越来越不值钱, 大肆鼓吹加大国民支出对经济的重要性, 殊不知很多方面完全无法经得起推敲。 相比历史上,金本位时期的社会会有更多, 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比特币能解决吗? 黄金具有高存量增量比, 而比特币相比黄金又多了好切分, 好转移的是消性。 是信息技术时代下, 人类对货币需求的自然演化的产物。 投诉 货币的本质与未来 小杨,评论,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 2022年12月19日13点21分34秒, 德国 从前年开始关注投资理财的领域, 期间陆陆续续也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文献, 但若要论集对于货币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思考, 本书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 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钱, 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钱, 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身受吸引, 却又同时饱受困扰。 它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发动机, 却又经常变成刺激我们贪欲和邪恶的神秘图腾。 那么说到底, 钱究竟是什么呢? 钱,或者更正实地说, 货币是作为超越小群体的社会价值的衡量物 和交换媒介而存在的。 这一点不难理解。 但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货币, 什么样的货币是最理想的。 而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过的千万种货币的 不同形态当中, 哪一种或几种货币会是最佳的选择? 上述问题对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因为即便你自以为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 就像从前的我一样, 在我们身边不断频繁上演的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等问题 都会不由分说地深刻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这些恼人的难题归根结底都与货币相关。 本书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 阐明了货币的本质与特性。 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宝贵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健全货币和不健全货币的根本性区分, 它帮助读者理解了货币与人类价值的关系。 健全的货币应当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遍是销性, 这要求它必须能够严格地控制存量和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为此才能形成一种可稳定可靠的, 值得人们信赖和追求的价值媒介, 并对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 除了在某些局部性区域出现过的类印通货 和19世纪曾经大获成功的金本位货币之外, 许多货币的形态都和上述理想标准颇有差距, 背后的根源都离不开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的腐化。 然而,大量历史的境界和现实的困境都表明, 这样的货币体系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本书的后半部分详细剖析了作为一种新兴的 数字黄金载体的比特币的原理和运作方式, 让读者得以展望未来的某种至关重要 但迄今为止仍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的可能性, 其中包含着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潜力。 凯恩斯养活了多少人? 牛小野,评论,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 2022年9月30日11点32分59秒,江苏 现代社会运行的一部分逻辑是基于传统经济学, 而传统经济学的发展无论东西方都是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 积淀下来的人类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及财富分派的共识性精华。 比特币要想取而代之除非重塑人类文明或者在虚拟世界 重新组织人类经济生产生活的秩序, 作者在传统经济学的大门口亏了一眼, 看到了一个叫凯恩斯的家伙在给大家发钱, 然后为了多售自己商品用看到的传统经济学 关于货币的定义来给自己的商品, 一个合法性后开始数落发钱的凯恩斯, 一切问题都是你们发钱造成的。 可作者没想明白的是发钱正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齿轮, 其极是原因又是结果, 要看清发钱影响的两面性,其好处大大多过坏处。 且不说,作者用最没价值的论据以大不投论述传统货币的无用外, 币圈大佬兼御用学者的口嗨 一次次越过山丘,评论,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2022年4月24日15点16分46秒。 此书不是经济学家写的, 比特币信徒的一本自吹自雷宣传稿, 我估计这本书是币圈御用学者的命题作文。 所以,经济学和金融学价值不大, 希望从中学习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的要慎重。 我估计写作顺序大概是,币圈需要御用学者出本书了, 先根据平时的比特币宣传文章写出了第八九十章, 觉得作为一本书太单薄了, 然后根据比特币两大特点, 去中心化和总量有限, 强行拼凑出前七章的爽文。 写得爽,骂得爽,但毫无利润。 作者作为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 只能把口水喷向凯恩斯和弗里德曼, 就好像对着两个不偶扎针诅咒一般, 怀揣着一堆虚拟币在市场上传教士叫卖油税, 唯恐错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 作者显然掌握了互联网流量密码, 偏激和争议,与不惊人死不休。 前七章没什么经济学和金融学价值, 可以直接从第八章开始看一点比特币的常识。 看完之后,就会觉得比特币不过是去中心化的油币, 距离货币的未来,大概还有金本位那么远吧。 简单想法 黑城,评论,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2022年1月29日22点23分40秒。 从原始货币,金属货币到政府货币, 通过不同货币时代下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的举例, 作者描述这些非健全货币对社会和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印象深刻的,当然是当年清政府因为实行银本位, 而西方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银的开发成本远低于清朝, 通过大量流入银河流出金,窃取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 这些事实是深刻的,更是令人疼痛的, 作者竟然引出了健全货币这一概念, 即从增量存量比,流动性,价值储蓄,时间偏好, 价值尺度,货币基本属性等方面讨论和比较, 与坎恩斯主义所推崇的政府货币针锋相对。 其实,对于我们国人而言, 远没有西方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 对于货币波动性的感受大。 对于虚拟经济的金融帝国的他们而言, 在各种金融危机后,我们国家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进行了管控和风险转移,远没有西方普通人民那么苦不堪言。 虽然我们也在感受通货膨胀, 但远没有书中所写的, 作者代表我们所发出的深恶痛绝, 因为不管怎么说,政府管控有它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一定是相对的正面意义要大于负面意义, 当然这个时候也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了, 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这种想法就是被洗脑了, 反正我对于书中所表现的那种追求自由主义的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比特币,健全货币的一切属性它都拥有, 文中旨在最后的篇幅对于它的技术进行了描述, 但毫无疑问的是前面章节的刻画一定让许多人已经为它所着迷,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比特币是一种伟大的发明, 要不然全世界大多数政府都表现出对它负面的态度, 并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或组件来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它的属性和技术优势相对于现在的政府货币确实太迷人了, 而且极低的门槛, 它已经威胁到了政府货币的主权, 就像天秤币直接加快了各国研发自己CBDC的进度, 助币税对于一个国家主体而言可太重要了。 另一方面,文中的许多例子我想经济一定是导致结果的因素, 但我想只能是之一, 作者将悲剧全部算在不健全货币的使用上是不是有点撒怨气了呀, 当然也可能是我个人知识贫乏, 没有了解或分析过这些事件, 但对于一个普通读者而言, 反正看着挺不合理的。 读完以后, 对于比特币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吧, 虽然它有许多局限性, 但它一定是重要的, 需要存在的, 不仅在于它本身, 更在于它掀起了一场革命, 有讨论, 有发展, 更是充满了魅力。 未来的终极货币, 比特币 博二先生0907评论, 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2021年11月19日23点29分54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可能是翻译的原因, 很多句子和段落的表述有点别扭, 需要读不止一遍才能理解讲了什么, 所以虽然阅读这本书不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但想要理解每个小节的中心意思 还是要下些功夫的。 不过, 整体来说, 这本书刚货不少, 值得这个评分。 从书名讲起吧, 中文名字叫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 看似好像和比特币没什么关系, 但英文书名为The Bitcoin Standard, The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Central Bending, 直一过来就是比特币标准, 对银行的去中心话题代品, 之所以不提比特币, 估计是考虑监管层面的问题吧。 奥地利经济学派, 作者所支持的学派认为, 健全货币是那种存量增量 特别大的物品, 像黄金就具备这样的属性, 它存量有限, 每年仅可开采非常少的增量, 所以它能够作为 所有物品的价值衡量标准, 从而扮演了上千年的货币的角色, 而在此之前的贝壳, 玻璃珠子以及石头等物品, 都是仅仅充当过很短时间的货币 就从历史中消亡了。 金本位有很多好处, 它使得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 增加货币的供给, 任何政府支出都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 如果政府要花钱, 在20世纪前大多是向人民征税, 如果税高了就会导致民众的反抗, 税少了又有可能导致政府停摆, 所以政府施政要十分小心。 而到了20世纪, 很多国家废除了金本位后, 政府需要钱的时候 只需加印钞票就可以了。 因为加印货币降低利率 而导致人民手中的财富被掠夺, 银行放贷也不需要 以手中储户的存款作为准生, 从而导致借贷盛行, 让社会的时间偏好提高 即如果我有一百元, 让我选择我是今天直接花掉 还是储蓄起来吃利息, 我会更偏向于前者, 从而导致各种企业盲目扩大生产, 人民盲目增加消费, 因为企业要用借来的钱追求利润, 人民会觉得钱留在手中会贬值, 最终导致社会上增加了大量的人们 不需要的商品, 造成资源的浪费, 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这种状况正是我们今天还在经历的, 国家制定货币及利率政策, 物价不断上涨, 手里的钱不断贬值, 人们对未来恐惧而迷茫。 在作者看来, 这种情况的出现, 都是凯恩斯主义一直在宏观经济学上 占据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恶果。 因为正是凯恩斯主义强调, 政府应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及制定利率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但实际上, 脱离金本位的货币政策, 正是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同样, 脱离金本位而滥发货币的行为, 也是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 都远远高于之前任何一次战争的, 人数的最大推手。 之前的战争实行金本位, 政府筹钱只能加税, 而加税是有限度的, 加得太狠老百姓就不干了, 但脱离金本位后, 政府可以通过无限印钞来隐蔽的掠夺人民, 战争要一直打到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消耗殆尽才能停止。 因为黄金已经处于各个国家的管控之下, 能像黄金一样具有如此完美的货币属性 并且不受银行控制的东西只有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将是未来的终极货币。 因为比特币去中心化, 所以不需要银行背书就可以使用比特币系统, 因为总量衡定, 所以没有超发风险, 因为每个比特币都可拆分成一亿份, 所以可以分割成非常小的单位进行价值衡量, 因为采用的是点对点的网络系统, 所以不受地理位置的约束, 因为采用了工作量证明的共识算法, 所以很难被黑客攻破。 作者预言未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将比特币作为储备货币, 发行与比特币挂钩的货币进行流通, 到那个时候, 比特币价格会高到一定程度, 从而不会再有大的波动, 可以充当所有物品的等价物, 世界各国也不再需要为了互相之间的汇率问题 而在各种经济峰会上争吵不休, 人们不再投机比特币因为价格基本恒定而无利可图, 而是专注于为他人提供服务, 为社会做出贡献而赚取比特币, 人们的时间偏好会降低, 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通道, 经济危机和战争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这一切将发生, 那么现在对于各个国家的央行来说, 就是尽早不动声色地大局买入比特币, 从而在这个赛道上占得先机。 这本书英文原版写于2017年, 那年的ICO十分疯狂, 牛鬼蛇神一起上阵, 那年的12月份比特币创造了近2万美元的历史新高, 社会上对比特币的关注度空前提高, 各路豪杰跑步入场, 积极拥抱这一新生事物。 但自那之后比特币迅速回落, 经历了漫长的调整期, 最低降至2018年12月的3150美元, 等再次达到2万美元的水平 已是三年之后的2020年11月。 今天,比特币的价格是58000美元, 简单的几个价格标签可能并不会引起什么共鸣, 但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一定明白 置身于其中的苦乐。 2021年11月19日 2021年11月,关于比特币的几点思考 老刘,评论,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2021年11月12日7.04分01秒。 今年,比特币和以太方都暴涨, 也吸引了我的注意以前认为都是忽有。 现在读完了这本书, 用这篇文章记录我的几点思考。 完全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能当货币吗? 黄金如果不做货币了, 至少饰品和工业用途还在,还能卖出去。 但假如比特币失去了目前的生殖势头, 开始下跌了,我能用它干别的吗? 是不是就完全失去价值了? 思考,考虑到书中提到亚浦岛上的石币系统, 岛上那些大石头就没有实际用途, 但还是做了货币, 看来只要大家公认了是货币就行。 持续升值的东西适合做货币吗? 如果只有比特币就能确定升值, 没有人会舍得用它去交换别的产品或服务吧? 就像优秀公司的股权一样, 如果是我,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去动用比特币去买东西的。 当然,也许只是现阶段涨幅大, 以后升值幅度就温和了, 温和升值的东西做货币应该还行。 抵抗通胀有别的替代品吗? 我认为,想要抵抗政府带来的通胀 并非只能选择比特币, 把钱换成优秀公司的股权更划算, 因为比特币相对美元的涨幅只是反映了通胀, 而优秀公司的股权增值是超过通胀的, 股权的流动性也是不错的, 虽然不是全球流通。 比特币没法关停吗? 书中,作者的意思是, 各国政府真拿比特币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它是分布式的, 它的密钥仅仅是一串单词, 人们可以记在脑子里。 我对这点持不同意见, 如果真的到了危及政府经济的那天, 政府可以关停比特币吧? 具体方法? FBI可以搜查运行比特币节点的电脑, 甚至把人抓起来。 还可以关停比特币的矿场, 到那时比特币价格肯定暴跌, 进一步导致用比特币的人减少。 总之, 作者似乎假定国家永远不会动粗, 挺理想主义的。